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ttoman 今天我們準備要進入這個 正統官方所更新的恐龍重建計畫的下集 也就是我們這次更新的最後一集啦 那下一次更新一樣會在 一樣啊 會在這張地圖拍 那我們所有的這個 正統官方更新的所有的資訊 都會在這張地圖 然後呢 在遊戲開始之前呢 這個介紹開始之前呢 如果呢 喜歡我這個系列呢 記得這個影片的這個 右下角按個喜歡 以及在這個左邊那個訂閱 或是在下方留言 或是在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跟更多的親朋好友觀看 好不好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吧 好的 那我們這次第一隻介紹的這個 模組更新呢 以及這個大改呢 就是我們的迅猛龍啦 那他這次的模組動畫文理都更新了 然後以及多了突襲功能 以及多了一個能力buff 那我們先稍微講解一下突襲功能好了 他的突襲功能呢 是對著目標按右鍵 可以在短時間內 將這個小目標鎖定在地面上 左鍵可以重複進行攻擊 我們來稍微測試一下 他這個新功能到底是什麼鬼 好 來來來 好 我們稍微點一下負重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進行移動 好 OK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這個更新過的迅猛龍 可是周圍卻沒有任何的生物 為什麼 是為什麼咧 我們稍微找一下 好 那個三角龍不行 好 不過迅猛龍跑蠻快就是了 好 我們看到了 那邊有一隻 呃 完全不會攻擊的水龍獸 欸 他怎麼躲在草叢裡面啊 右鍵 嗯 按右鍵 點擊目標 這在跳什麼 右鍵是跳捏 喔 可以直接跳到小生物身上突襲啊 人類應該也是可以啊 有沒有 喔呦 傷害真的好高喔 欸呦 突然lag了一下 而且左鍵的攻擊好像變得比以前更快了 你看他的紋理 嗯 這隻迅猛龍我覺得行 而且 大致上 這隻迅猛龍的體型變小了 然後感覺更加敏捷了 我是這麼認為啊 我們看一下 風神翼龍行不行 欸不是啊 無齒翼龍行不行 他應該是不會跳起來吧 抓 欸不行 抓不了 太大隻了 那個 無齒翼龍的體型 沒有辦法抓起來 這隻鳥應該就可以了 嘟嘟鳥 好看抓住了 他死掉了 我們找一隻咬不死的 好看他會怎樣 被我踩住了齁 然後再按一次右鍵就放開了這樣子 嘿嘿嘿 再來 欸不行了 為什麼突然不行了 喔要在武警爵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跳 才可以壓制啊 喔原來是這樣喔 喔 喔 哈囉 一個人吧 喔 有沒有 就是 你在追 追女朋友的時候 喔不是追女朋友 看上一個妹子的時候就這樣鋪上去 包準他動不了 喔 然後下一個畫面就在警察局了 喔 千萬不要模仿 哈哈哈哈 喔 所以說壓住之後左鍵就可以進行攻擊 這個對人類我覺得應該有用 人類也算是體型小的生物 而且 感覺會還蠻有趣的欸 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啊 對啊 然後 另外一個 能力buff好像是 三個猛禽在一起按C鍵會激活 增加傷害抵抗力 提高移動速度 提高攻擊速度 45秒 我們來試試看 我帶另外兩隻迅猛龍 一起出發的時候 然後按個C鍵 我們現在站在遠一點的地方 而且他講的猛禽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迅猛龍 才能這樣子 還是說帶兩隻霸王龍也是可以嗎 我不曉得 這個我就沒有去做測試 我們來先試試看再說好了 有欸 buff在右上角看見了沒有 獸群領袖 可是這個持續時間 等一下等一下有沒有搞錯 這持續時間以下就沒了欸 14秒左右而已 然後再吼一次 欸不能吼了 為什麼 過一段時間就沒了這樣子 我還沒有感受到他的威力 你就這樣子 好沒關係 我們稍微再往這邊走 然後 再上來一次再看有沒有 欸為什麼沒了 這樣不燙喔 我們可以試看別隻嗎 我們把鞍拿給另外一隻看看好了 比如說拿給你 我的鞍在哪邊 在哪裡啊 我剛不是拿到我包包裡面 好像沒有那樣子 來吧 這裡 來了 Look at me 改人跟隨我 他們跟著我了 好 我們在這裡之後呢 按C鍵 上升buff只有13秒 哇 369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buff結束之後 是多少 欸396吧 好像是396的樣子 396欸還蠻高的欸 而且 我連點都沒有點欸 他這個buff也加太多了吧 欸這隻是我 我連完全連點buff 連點攻擊力都沒有的喔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啊 因為我還有獸群領袖啦 因為我剛剛有點技能 現在我等級比較那麼高啦 我現在變領袖 能夠攻擊力那麼高 剛剛是396嘛 哇 200多 將近加了 130傷害的增幅欸 欸這個瞬間爆發還蠻強的 如果那個是真的玩多人PVP有沒有 來個夜襲 猴完之後往前衝 應該是給你滅一整群的 我是怎麼認為啊 好不好 這個持續是15秒 我覺得是騙人的阿 怎麼哪有持續是15秒阿 13秒而已吧 15秒 15秒都不見了阿 這個資料文獻有錯誤阿 還是說bug 沒關係阿 都知道稍微 稍微就是可能 過一陣子這個 更新來來回回 所以總是會有bug嘛 更新完畢可能就會 就會變正常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第二隻的這個 翻新的新恐龍 就是我們的第二啦 那這次呢 一樣他的動畫 文理 以及這個模組 進行了更新 當然也多了一兩個新的技能 個人是覺得還蠻丟的 這個惡 這個惡魚 差點講的惡魔 這個惡魚的這個新技能呢 終於有他的專長存在了 什麼他的專長 各位看過Discovery頻道的時候 一定知道惡魚會有他的一個獨特技能吧 沒有錯 那個就是死亡翻滾 他的專有技能被實裝進來了 而且呢 傷害我覺得還蠻可觀的 剛剛老頭稍微試了一下 以及呢 他呢 可以朝180度的方向攻擊 所以說他的攻擊更加的敏捷 不會像一般舊版的 你還要轉個彎 你還要這樣子倒退嚕 然後再轉個彎 才有辦法攻擊到你前方的敵人 因為本身惡魚的 惡魚的 聚殺傷力的位置 就只有他的嘴巴 他的手 很短 揮不到半個毛 半隻毛這樣子 揮不到這樣子 所以說呢 該怎麼講 以前常在玩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痛苦 就會覺得說 我每次要攻擊那個 旁邊的敵人 我還必須就是稍微 轉一個180度 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按 你只要滑鼠移到這邊攻擊 他就來一個180度 撤搖 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也是可以往後啦 就是 可以攻擊各方向的位置 非常的棒 你就不用這麼的麻煩 還要再稍微繞一下這樣子 實在是差非常的多 然後呢 他現在的吸劍也多了一個技能 就是飛撲技 按住吸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瞄準鏡 然後他已經蓄勢待發了 準備飛撲 像是撲這隻 倒彈龍 不過你必須要有瞄準到 他才會發動攻擊 有沒有 咬一下死掉了 一個突進技能 如果你的這個瞄準對象 是地板 或者是建築物 其實他就不會有這個動作了 但相對的 如果你是有對著敵 敵方生物 像是這隻 為什麼沒有 有 像是這隻太大隻 他就不會咬 他就針對小型的 像是這隻 我們稍微站遠一點 給你們看一下 太遠不行 好 靠近一點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一個突進 突進的技能 這個多了一個西劍 還不錯 再來就是死亡翻滾 死亡翻滾的判定機制 就是好像有點 比較不是很妥欸 他好像只對小型生物才有用 大型生物 大型生物根本是咬不起來 沒有錯 絕對咬不起來 我就拿這隻嘟嘟鳥為例好了 這隻嘟嘟鳥 是我剛剛召喚出來的 一萬等 他的血量有一萬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做測試 在測試說 他到底要怎樣才能 觸發死亡翻滾的條件 基本上按右鍵就可以觸發了 但是你要咬得到 也是要有一個角度在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這個咬得到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迅猛龍的那個 迅猛龍的體型 應該是沒有辦法死亡翻滾 那時候我已經試過了 好像沒辦法 我們看一下盜彈龍的好了 欸盜彈龍也可以欸 欸那為什麼我之前第一次試不出來啊 啊這隻咧 這隻也可以喔 欸傷害好高喔 欸那那那我之前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好算了不管了 之前的那個就算了 好不好 之前的沒辦法測出來 那個你們也沒看到嘛 就當作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哈哈哈哈 除了這個死亡翻滾之外呢 他還可以在水裡就是 保持一個平行 以前的鱷魚呢 你在這個水中的時候啊 你是沒有辦法葬在上面的 我不知道啊 以前好像不行啦 因為這個網路上的攻略 就是這樣講啊 但現在你可以直接站在上面 當作那個主法 然後呢 你可能可以就是用一個 鱷魚橋你知道嗎 直接連到太平洋 然後就從這邊一路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前面去 都沒有問題 只要他不要亂動就好了 然後還可以潛伏在水下 可是我感覺我會缺氧而死欸 我們往下游看看好了 我們看他可以多深啊 我炮條上不來怎麼辦 好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鱷魚呢 他呢還可以讓這個死人魚驚恐 死人魚不敢靠近他們 我覺得有這隻第二 再死人魚就不敢咬了 我是不知道以前的版本死人 死人魚 會不會去直接攻擊第二啦 但是呢 現在這個版本呢 死人魚只要看到他 全部都嚇跑了 我有鯊魚 死亡翻滾 死亡翻滾 滾不到 搖 來啊 來啊 啊 我被麻痺了 靠北啊 啊救命啊 欸救我 鱷魚哥救我快 鱷魚哥救我 我要被麻痺致死了 欸啊啊啊 鱷魚也被麻痺了 鱷魚也被麻痺了 鱷魚要死了 欸我來介紹鱷魚 鱷魚就這樣掛了 鱷魚掛了 好我要回去了 欸不行我當我死定了 我要死定了 救命啊 欸我有槍齁 欸我連槍都拿不出來喔 OMG 去死吧 完了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我得裝一下裝備 我的裝備也壞了 幹我死掉了 OMG OK那麼接下來第三隻呢 就是我們的擊背龍了啊 那我們的擊背龍呢 經過一番波折 出出可憐的模樣 終於被更新成得不得性了 他其實說真的 他在方舟世界裡面 他被 他被 怎麼講 他被關注的機率其實真的很低欸 我是覺得很可惜啊 這麼強的一隻生物 居然到現在才被拿出來翻新 真的是替他感到可憐 好不好 好啦 非話不多說這閒話家常 我們現在來稍微 稍微講一下 他多了什麼東西 他多了這個 模組動畫文理 沒有錯 這個每一隻都有 這不用講了 他多了一些就是在水中的獎勵 比如說在水裡的話 他的移動速度 跟他的轉彎半徑 以及的攻擊傷害 獎勵治療 都會有所提升 所謂的獎勵治療 可能是回血速度吧 我就這麼認為啊 這個是Google機翻 其實翻出來的東西有點爛啊 再來就是呢 他這次呢 可以切換行走狀態了 可以改成兩隻腳走路了 在陸地上啦 在兩隻腳走路的話呢 攻擊力更高 轉彎的速度也更快 也可以獲得更高的移動速度 不是不是 講錯了 更高的移動速度 是四隻腳的時候 抱歉按錯了 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我們先把鞍帶上去給他 讓他上去 四隻腳的時候呢 移動速度非常的快速啊 攻擊的時候呢 272左右 大概落在272 不是大概 是一直都是272 272 為什麼變成406了 再試一次 406 啊看272怎麼來的 406 好 是因為移動的時候有傷害加成嗎 SHIFT的跑步有傷害加成 哪裡 好像有耶 我們姑且把他算272好了好不好 接下來呢 我們按一下右鍵齁 按下右鍵的話呢 他會變成兩隻腳走路 但相對的移動速度變慢了 我們下來一下 我們下來他直接變四隻腳了 沒辦法讓你們看耶 我看一下喔 大概長這樣子啊 有點像那個殘爪龍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殘爪龍 然後呢 攻擊變多少 609 哈哈哈哈 爪子攻擊力比嘴巴咬的攻擊力還高 發生啥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咧 怎麼會這樣 沒差啦 爪一下 609 而且攻擊速度其實還蠻快的耶 我們接下來來測試一下在水裡的移動速度 據說有變快了是不是 變得更快了嗎 怎麼我覺得其實也還好耶 可是他右上角顯示了buff 一串英文看沒有 我覺得我們還是上去好了 這實在太危險了 有嗎 獎勵移動速度有提升 感覺不出來啊 轉彎半徑有提升 感覺不出來啊 喔 是在水裡上來的那段時間啊 出水面的時候 出水面的時候啊 搶力提升大概20幾秒左右啊 攻擊力有沒有變高 感覺不出來耶 治療獎勵也感覺不出來耶 只不過出水面的時候 有提升就是了 剛剛是2多少啊 467有啦 攻擊力有變高啦 但是 兩隻腳行走的時候的攻擊力 好像並沒有提高的樣子 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摸一下水 走上來 30秒的CD時間 本來是272嘛 現在變成467 467 都是467 轉彎的速度 他們說有變快 真的假的 真的假不了 好我們可以改兩隻腳 爪一下700了 Holy crap 700了 非常的高 再來一次 爪 609 這傷害是浮動的耶 並沒有什麼一個固定耶 順道一提啦 他後來改吃大腿肉 應該是說他喜歡被優質魚 優質魚肉給馴服 好不好 一般生肉好像也是會 但是 文獻上面說他喜歡吃優質魚肉 這個有沒有跟以前一樣 我就不太清楚了 畢竟時代已經久遠了 我已經不多做說明了 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極背龍 你終於 你終於被老大看中了 終於改版了 希望你可以過得更好 希望將來的模組 你出現的機率可以更高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覺 老頭玩了這麼久 裝了這麼多的模組 一直極背龍 應該是說 極背龍出現的機率佔少數 而且 哈哈 而且 說真的 曾經玩過海賊模組 還是什麼的 反正出現的機率都一兩隻啊 並沒有非常的強大 不然通常都不是霸王龍啦 就是三角龍啦 不然就是什麼獅舊獸啦 就這一隻最可憐啦 好不好 這題外話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介紹 就差不多在這裡結束了 那 終於把這些都用完了 其實還蠻累的 搞得有點久 因為畢竟要收集一些 文獻 收集一些翻譯 有一些翻譯還很爛 還要自己想辦法去把它拼收出來 其實蠻累的 那 感謝各位接受看啦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記得左下角角 訂閱右下角角 喜歡我的小小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有機會下一次 這個官方更新再見面啦 掰掰 幫我查看 細小方留言 按讚 我也有個小的字幕 我們可以下一個人的一段時間 那些東西 也應該會兒 吃到便宜 吃到便宜 對 那些東西 吃到便宜 在這裡